大家好,我是嘉良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星期天 我已经回到国内了 牙齿不好,鼻子也不好 最近准备去看医生 然后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月推出了一个特价促销的活动 就是针对加拿大 就是加拿大的这些主流的移民产品 我们做了一个促销活动 之前我也说了要在24号推出来 25号呢,晚了一天才发射来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JM,加拿美出国 然后我们主要针对的是 主要针对的是技术类和半技术类 两个产品的固执担保的移民产品 进行的一个非常大力度的一个促销 也就是说不管是技术类还是半技术 我们现在的价格都是从7.5万加币起 实际上半技术我说了 从今年的 从今年怎么说呢 从今年配偶可以有开放式 就是可以有开放式工签 这个政策开始呢 他已经 他的雇主的这个费用 就是我们在匹配雇主这个部分的项目管理费已经提高了 但是考虑到大部分人如果说 非就是这种半技术的雇主担保 大家的这个还是觉得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有一份真实的工作 然后同样和技术类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当然它有一个小小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至少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那么您需要在入境旅游签 或者是其他的签证入境以后 要在边境去申请开放式工签的转换 而如果您已经持有 如果您申请的是技术类的雇主担保 如果有两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那么可以在仍然是可以在国内递交工签的申请 或者甚至说有一些省份 比如说像大西洋省 比如说像大西洋省 然后如果说BC省 BC省最近的办理 那个Semi-School的Worker的 它的这个分数很高 那么如果是安省的 In-Demand也是City-Late的技术类的 City-Late的雇主担保 就是说这个不是In-Demand的 就是说技术的雇主担保 如果是安省的话 目前的话分数还比较低 BC省分数也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类的雇主担保 那么是可以在境外直接递交审提名的 这一点仍然是 就是City-Late的雇主担保 半技术的雇主担保 它不能去比你的一个优势 所以大家在进行 技术类或者是半技术类匹配的时候 希望还是要来去 就是说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 适合您 不要真能看到一点费用 然后我们现在技术类半技术 都是从7.5万加比起 不是所有的岗位 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岗位 所以如果您对这个 我们的促销活动感兴趣 也欢迎联系我们 客服微信18186129682 18186129682 这是我们的客服微信号 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大家如果还有不清楚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信 去看一下公众号JM加勒美出国 也可以在我的屏幕下方留言 我会跟大家来经济解答 我先录到这 之后再有更详细的信息 再给大家录一个详细的视频 好的 感谢观看